大家好,我是薄荷 春季气温变化大,湿度大,病毒也多 很容易引起感冒发烧 今天就告诉大家一个好方法 让你远离感冒,提高身体素质 那就是喝金银花茶 金银花有着输热散血 抗菌消炎的功效 多喝金银花茶能够帮助人体减轻身体的炎症 坚持一段时间身体抵抗力、免疫力都会增长 炎症也就慢慢消失了 所以说感冒时喝一些金银花茶是非常有好处的 如果病情很严重的话 还是吃一些感冒药来解决 不能完全的依赖金银花 当然,感冒时也要多注意合理饮食、营养均衡 多吃富含维C的食物 如柑橘类水果、萝卜、洋葱等食物 做到以下三点从根源预防感冒 第一,经常洗手 从洗手做起 手、每时每刻都在接触各种东西 最容易携带病毒 经常洗手可以帮助我们预防感冒的发生 第二,加强体育锻炼 现在人们不是缺营养 而是缺乏锻炼 平时避免久坐久站 多做运动 增强人们的体质 第三,饮食的调节 春季肝比较旺 所以这个时候要少吃酸性的东西 多吃甜性的食物 养生真实 每天学一点 健康生活 免疫力达到年年益寿的目的 一,双腿盘坐在地面上 然后双手交叉 向头顶上举起 用力的向上伸展到最大的限度 手掌心朝上 保持不动 停留10秒以上 然后回到原位 像这样可以多做几次 二,站直 然后将一只手 向后抓住对侧的肩胛骨 另一只手 抓住这个手的手肘 然后缓慢的向头部方向拉 大约停留15秒 然后换另一边做同样的动作 三,单脚站立 一条腿伸直 然后抬起另一条腿 慢慢的往后拉到臀部 用手抓住脚 身体呢要保持直立 不要倾斜 保持这个姿势15秒 然后换另一条腿做同样的动作 四,平躺在床上 然后将头伸到床檐外 双手伸过头顶 尽量的往后伸 让头自然的下垂 保持这个姿势 三分钟 经常这样拉拉筋 可以预防慢性病 美容瘦身 排毒驱痛 防止肌肉僵化 那为了我们自身的健康 赶紧学起来吧 先要养心 抑郁伤心 注重养生 先要养心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小木子 心脏病啊 是我们常见的疾病 危害着我们的生命健康 那有时候还会带来呼吸不上 呼吸困难等症状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时 我们可以通过简单的穴位按摩 达到有效的治疗预防的作用 一,按摩质阳穴 质阳穴是在我们这个后背 当我们低头的时候 在两个肩胛骨下缘的连线的终点处 那中意上讲 质阳穴呢 是人体的阳气极致之处 经常按摩这里可以很好的补心阳 按摩时可以用两个手的拇指来用力的按压 质阳穴 每天按摩五分钟到十分钟 通过按摩质阳穴能够有效的缓解心脚痛发作 心慌 胸笨等症状 二,按摩神门穴 神门穴的位置啊就比较好找了 是在我们这个万恒纹尺侧 也就是呢靠小拇指的这一边 这里呢有一个凹陷的地方就是神门了 那神门穴是保养心脏的重要穴位 当我们感觉到胸闷 胸痛 心慌 头晕 头痛的时候 就可以用拇指拿按揉这个穴位 每天按摩两次 每次三分钟左右 就可以缓解心脏病的这些症状 那平时没事的时候 按摩还能够起到保养心脏 预防心脏病的作用 按时快不厌戏 食不厌杂 滋养身体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 现在呀很多人呢 久坐不动 长时间的呀不运动 导致呢肠道蠕动变慢 肌肉收缩无力 负压降低 使得呢排便动力不足 很容易的发生便秘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 不妨呢多做三个小动作 有助于改善便秘 一平躺在床上 然后将双腿弯曲 手握成空拳 放在小腹部 然后开始震荡 大约震三分钟左右 让小腹感觉到发热 这样按摩小腹 可以刺激肠道的蠕动 改善脏器 排便顺畅 二按摩肚脐周围 用一只手的四个手指 有内向外按压肚脐的周围 一般按压两到三分钟就行 因为肚脐周围有很多的血位 所以经常这样按压 可以加强消化功劳 对便秘有很好的改善功效 三拍打后背 因为后背有膀胱筋和消化输血 所以用两个手的手背 上下来回的拍打背部三分钟 可以刺激到血位 帮助消化和排泄 如果是经常久坐的人 可以经常的做这个动作 长期便秘呢 对人的危害是很大的 如果你还在为便秘而烦恼 还不赶快试试这三个动作 帮助排便 现在的人压力越来越大了 那精神就会长期的处于紧绷的状态 这样会导致我们在晚上出现失眠的现象 那么对于失眠 有什么解决的好办法呢 下面就教大家按摩量的穴位 每天花个几分钟时间 就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失眠的问题 首先在我们这个耳朵后面 也就是这个乳秃的后面 有一个凹陷的地方 摸的时候会有震动的感觉 那这个地方就是顽骨穴的位置 每天睡觉之前用大拇指 同时的按摩耳朵两边的顽骨穴 没有具体的时间 因为这个血位有宁心安神的作用 所以一直揉这里呢 慢慢就会感觉到顺意袭来了 还有啊就是可以按一按我们头顶上的神庭穴 它呢是在我们发际线正中直上的0.5寸 大约就是一横指的位置 感觉呢这里有个凹下去的地方就是了 那神庭穴呢是脑神居住的地方 对失眠记忆力减退呢都有很好的作用 每天睡前用食指呢 按摩这个位置10分钟左右 就可以呢帮助我们睡眠了 那么当我们晚上失眠的时候呢 最好就不要喝咖啡和喝酒了 那样呢会严重的影响我们的睡眠 我们可以呢在睡前喝杯牛奶 吃点大枣和桂圆 这些食物呢都有宁心安神的作用 肺疼呢在日常生活中呢是非常的常见了 那但是呀有很多人肺疼却不愿意吃药 就强忍着 那在重义方面呢当我们肺疼的时候 可以啊按一按我们身上的穴位 可以呢帮助我们来减轻疼痛 达到呢止痛的效果 按摩按摩私奉穴 私奉穴呢是属于境外齐穴 是消速食画机制的专用穴位 位置呢也很好找 那按起来很方便 就在我们这个食指啊到小拇指 第二个指节横纹的中间 当胃疼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呢用大拇指 用力的掐按三分钟左右 那私奉穴呢不仅可以用来治疗 小孩消化问题 而且对大人也有非常好的效果 那当我们遇到消化不良 胃不舒服的问题的时候呢 就可以啊这样按一按私奉穴 还有一种方法呢 就是揉一揉我们的腹部 那两个手呢轻轻的在肚脐周围 然后按揉 如果每天能坚持按揉15分钟 就可以呢改善我们胃寒的症状 而且这样揉肚子周围呢能够促进血液循环 加快肠胃的蠕动 同时呢也能保持腹部经络的畅通 对胃能起到很好的保养作用 如果呀是胃经常不好的人 最好呢就不要喝酒喝咖啡了 那少吃点乳制品和油腻的食物 再加上我们学胃按摩呢就可以达到养胃护胃的效果了 那胃不好的就不妨试一试吧 腹科疾病是女性的常见病 也是呢多发病 但是由于呢很多女性缺乏对腹科疾病的认识 和不良的生活习惯 导致呢腹科病久治不遇反复发作 那今天就给大家呢推荐两个可以改善腹科疾病的学位 第一个是归来穴 归来穴呢在我们小腹部 从肚脐往下量四寸 大约呢就是一掌 然后呢在旁开三横指的地方 按的时候会有明显的酸痛感 按这个穴位的时候 我们可以呢用两个手的食指按揉 顺时针和逆时针交替的进行 每天呢早晚各按一次 每次三到五分钟就行 最好呢是两侧同时按揉 经常按这个穴位可以通调阳明晶晶气 是体内的气血旺盛 对男科病腹科病呢都有很好的效果 第二个呢是女腹穴 顾名思义 就是呢给女人带来福气的血位 她在我们脚的外怀 前面大约一寸的地方 肌肉微微凸起 非常好找 按摩时可以用食指按揉 按揉五到十分钟 按的时候酸胀感越强就越有效 而且女腹穴止痛效果非常好 对妇科疾病的一切疼痛 都有很好的疗效 所以正在受妇科疾病困扰的女性们 不妨试一试这两个穴位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